第三輪的資格賽 今天要猜地名 準備好了 請出題 蓋圖 蓋圖章 蓋圖章猜東南亞的國家 你們這些住新馬的 你們竟然不搶 我還沒開始想 他就按了 所以專注 來 劉倩文 你來兩次上兩次耶 今天可能要獲得 謝澤欣答案是 印尼 蓋圖章要不要印尼 他沒有講印尼還不知道 太聰明了 我還沒開始想 人家按了 太厲害了 先按啊 你要先按 先按了之後 反正題目你有先想嗎 他講印尼的時候 他們這樣就 我都等過多久了還在 印尼答對沒有 當然答對啦 謝澤欣請 就位 謝澤欣同學 出版的書呢 已經十一本了 今天特別來介紹他這本 今天要宣傳的好書 就早知道就待在家 好 今天的題目 我們出了已經算算也是 第四套了吧 第四的 第五套 第五 來 請出示他的題目 鼻酸啊 感動啊 我們今天所有的題目 全部照你這本書 早知道就待在家的章節裡面 我們炒出了重點 你從你最有把握的開始吧 因為你經歷過的 不見得都懂 對吧 那就沙子紀念品 有人喜歡收集各個不同地方的空氣 會裝在一個瓶子裡面 一罐一罐 對 但是不能打開來 打開來就沒了 打開來就沒了 不然呢 是你怎麼知道裡面是什麼 對啊 話在人說的 對 沙子可能也要小心 我覺得他也有檢疫的問題 是 有些國家有 我覺得 一定有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塞納 鎖定 法國 有人造沙灘 2002年開始 巴黎在塞納河旁邊 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叫做巴黎海灘 它叫做Paris Palace 就是 Paris Palace Paris 它意思就是巴黎的海灘 然後它最早以前 它是從 一個地方叫丹佛港 運沙著進來 然後就 2002年的塞納河 辦了一個什麼活動 然後從哪個港運沙進來 你都曉得 丹佛港 對 我記得的原因是因為 那是第一年的時候 我剛好在那裡 Oh my God 所以我記得 要不要讓人活 你讓我們很為難 沒有... 他的題目我都不看解釋 反正他都會解釋 對啊 都解釋完了 解釋清楚 你要替他高興才行 對... 謝怡揭曉 好 果然是Paris OK 來 第二題 早知道算命說 喜歡算命 以前喜歡算命 為什麼喜歡 窮算命負燒香 以前生活比較不好 窮算命負燒香 對... 所以以前沒有看不到未來之後 很喜歡算命 然後就覺得什麼都去試 什麼都去看 請出題 根據紫薇斗數的排列組合 人的命盤最多可以算到幾歲 A 100歲 B 120歲 C 140歲 我的答案是B 120歲 鎖定 為什麼 紫薇斗數的說法是 天給人60年的壽命 地給人60年的壽命 加起來是120 所以紫薇斗數算一輪是120年 120年之後命盤就從頭開始 所以有...120年叫天年嘛 所以老人是要移養天年 天年值的就是120歲 漂亮 講完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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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楚喔 你有訂做 你有適合的洋裝嗎 你要不要去跟他換一下角色 請揭曉 一萬下巷子口 來 隨便選選吧 失去物品的男人 失去物品啊 因為我很會掉東西 你可能手上不適合拿東西 你放了會忘記 對 那你就要全部有一個包 那那個包就會忘記 不要側杯 劃杯 也可能會 失去物品的男人 來 出題 我本官方統計了全世界最容易弄丟東西的日子 請問哪一個節日過後 最容易發現東西不見了 A萬聖節 B復活節 C聖誕節 我的答案是 A萬聖節 鎖定 為什麼 不是聖誕節 我 我用三趣法 聖誕節跟復活節 都是在家裡過的節 在家裡過的節 萬聖節是會出去 對 那萬聖節是變裝 出去參加派對 那變裝衣服很多都沒有口袋 那你為了變裝 你也不會再包包出去嘛 不好看 整體造型不對 我猜的 所以我猜的 很有道理 我覺得很有道理 好了 隨便解釋吧 隨便解釋一下 很厲害 不好意思 我們說題目有點簡單 不好 隨便學 第四題 不明白的生命 請出題 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 請問下 哪一位女性的神明的長相 可能 是大眼高鼻 A 王母娘娘 B 觀音菩薩 C 九天神女 我的答案是 A 王母娘娘 鎖定 你這不講思索的原因 我有思索 我有看 我有看 然後我快速地刪掉了 第一個刪掉是觀音吧 是觀音 因為觀音在唐朝之前是男性 到了宋朝才變女性 所以他是被我們漢文化轉換的 所以他就不是了 他就不是 所以觀音菩薩 他有可能真的是一個男神 他本來就是男性 而且他以前叫觀世音菩薩 對 後來因為李世民的關係 所以是就去掉了 就變成觀音菩薩 對 那九天玄女呢 九天玄女是道教的 因為她是屬於圖騰信仰 跟動物有關係 所以她跟人沒有 那王母娘娘是西王母 西王母在山海經裡面出現 她住在昆仑山 她是西域人 所以她長相應該就是西域 西方人這樣子 講得很好 西方人 揭曉 太強了 我有心偶像 那個 要第五題了 好不好 這個就是看得到人家鼻酸的 他說他除了死之外 其他的受傷都叫擦傷 也就是說 他經常跟死是有 非常強烈的緣分 沒有 一個不小心人可能就喪命了 我的意思是就是 除了死掉之外 所有的病過了 受傷過了 那就感覺上去像擦傷一樣 對啊 就是不會弄死你的 那都是擦傷 如果不只是擦傷 他意識到了什麼 謝穎助理 請問哪一種疾病 剛出現的時候 被互相推卸 當時法國人稱義大利病 葡萄牙人則說是西班牙病 A 禍亂 B 天花 C 梅毒 我的答案是 C 梅毒 鎖利 合理 這就是一種 人與人的連結 對吧 對 所以這就是他傳來給我的 我傳來給他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意思 他其實講的是性病 我知道 人與人的連結 人與人的連結 對 這是時髦的名詞要知道的 好 它是不同國家的連結 是 對 你有想聽解釋嗎 這個有解釋 來兩句我聽聽看來 好 1942年 1492年 哥倫布去新大陸回來之後 這個病先在西班牙人之間傳染開來 然後1495年 法國人入侵義大利的拿坡里 所以他們就說法國人帶來 所以說法國病 可是因為義大利人又傳給了 又傳下去給德國人 他們就說這個是 這是義大利病 所以這是梅毒 其他兩個在歷史上 都已經先出來過 所以不會有這個名詞 漂亮 請揭曉 西班牙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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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答對了 三萬在巷子口了 野性的便便 野性的便便 我好好奇這一題是什麼 你被大象河馬攻擊 牠們這麼溫馴的動物 你是怎麼 你跟牠們 你鬥牠 你很近對不對 不是 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行程 去了烏干達 去了盧安達 然後它有一條水道 喬治亞水道 喬治王子水道 它就是地球上 河馬最多的地方 後來我得到 非洲人最討厭的動物 就是河馬 因為河馬非常非常的兇 非常兇 所以書裡面我寫到 被河馬攻擊的事情 然後之前前兩年吧 台灣不是有一個觀光團 在肯亞 也是被河馬攻擊 河馬 它是地獄性非常強 你看到河馬嘴巴打開來 很像很好玩 它其實上它就是跟你示威 它是地球上唯一可以把東西 一分為二的動物 野性的變變 來 請出題 鎖定 噴在別的河馬身上 這畫面 恰當嗎 這畫面 邊排便邊甩尾巴 你看過了 我看過 我在壽山東元就看過 在高雄 高雄的壽山東元 它就變成說 然後反面就這樣 它會... 它會噴出來之後 然後尾巴會像螺旋槳一樣 會把它撒在四周 撒在四周 然後... 然後當地的魚會吃嘛 所以當地的人就是吃那個... 吳郭魚就是吃河馬大便的 對 他們當地在養的吳郭魚就是這樣 應該對了吧 誰介紹 太可樂 我請問你一下好不好 河馬的天敵是誰 河馬沒有天敵 它是地球上少數沒有天敵的蛇物 所以獅子老虎 沒有辦法 犀牛 都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日本妖了吧 對不對 對 請出題 日本曾經針對2020年 女性上班族調查了 最愛的動漫妖怪 請問笑臉哪一個妖怪 最受到女性的喜歡 A 犬月叉 B 鬼燈得冷徹 C 鬼太郎 你在猜對啊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C 鬼太郎 鎖定 你終於為難了吧 怎麼猜的啊 A跟C之間 B我會直接化掉 然後因為 你認識鬼燈的冷徹 是 他是誰 他是講一個 就是閻羅網 小閻羅網的故事 實習閻羅的故事 實習判官的故事 你也看了這個東西 對 然後高橋劉美子的犬夜叉 實際上他非常瘦女 高橋劉美子 好 他的犬夜叉怎麼了 他犬夜叉 他這個角色其實很瘦 還有殺生丸這個角色 很瘦女性的喜愛 然後但是 你就講成這樣才選鬼太郎 不是 因為鬼太郎 最主要是他 水木帽 在日本非常有名 水木帽 尤其是他的妻子 他妻子 對 他的妻子 因為他們兩個夫妻 他們夫妻兩個感情 非常非常好 所以日本人 日本人很喜歡 他們這對夫妻 太太有寫一本書 叫鬼太郎之妻 有拍成日本的成間劇 日本人喜歡鬼太郎這個角色 是因為喜歡他們夫妻之間 所以我猜 犬夜叉或者是鬼太郎 塞塞滑就換衣服拿包包了 好 你下班了 他已經解釋完了 真的 揭曉了好不好 什麼 我知道 導播他 導播他要接小孩 不要給他壓力 他太多情 那我們就最後待在家了 好不好 好 最後了 最後待在家 請處理 有三人出差或是旅行的時候 會有認床的困擾 請問此現象 也會發生在哪一個動物身上 A水牛 B綿羊 C鴨子 我的答案是 35秒 C鴨子 鎖定 還有32秒 剛剛好夠你到Super9 如果這題鴨子答對了的話 我在想我看的書 我在腦中在想那一本書 鴨子 這裡面有點難選的地方是 有一本書叫 《索羅門王的指環》 勞倫斯是一個動物行為學者 他寫過海洋普魯類 跟艷牧科 艷牧科的鳥類 會有這種現象 他其實不是認床 我們認為的認床 其實是第一個 睡不好 睡不好是因為 是因為我們很警覺 對 所以我覺得有警覺性的動物 是鴨子 都會警覺 為了要活 誰都要警覺 可是他們睡前他們會確定 周周是安全的 甚至還會派一些衛兵 會派衛兵的是鴨子 鴨子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們講的動物講的 鴨子會睜一隻眼閉一隻 對不對 鴨子 好棒 好久沒人答第九題了 希望你是對的 來 請揭曉 我槓掉鴨子 你槓掉水牛 所以你說 你是不是答對了 我已經來了五次了 什麼 也應該來到這裡了吧 他過去四次來過三次 五六七題都答過 就沒有答過八題 這一次他達到了 五萬智慧軍隊 太強了 他又再次的破了自己的紀錄 接下來要挑戰 用最後的三十二秒 挑戰最後那一題 最後一題 Super9 請出題 請問歷史上哪一位名人 曾經跟朋友一起合買樂透 賺了將近十三億台幣 A 盧梭 B 孟德斯鳩 C 福爾泰 你在猜啊 我的答案是 C 福爾泰 鎖定 你看到福爾泰去買樂透了 不是福爾泰去買樂透 而是福爾泰跟他的數學家朋友 找到了政府的漏洞 這個事情非常有名 在經濟史上非常有名 是法國發國債 然後呢 只要用國債的 法國等於發一個國家的債券 然後發國債 你買國債 如果你可以用國債的十分 千分之一 還是萬分 用千分之一的價格 可以買一張樂透 後來數學家 他的數學朋友叫做 拉孔達尼 孔達尼他就發現了就是 這跟期望值有關係 期望 就是數學的期望值 所以他計算出來之後 他跟盧梭兩個人 不是 他跟福爾泰合作 然後他們去找 因為福爾泰認識很多人 他就集資去買 低價收購債券 這個事情記載在 後來在那個 大英百科 在第一套百科全書裡面 這題這麼簡單 是福爾泰跟他的數學老師 數學朋友 數學家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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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不奈 真無奈 如果答對的話 我們就真的太無奈了 我們就揭曉吧 很好 了吧 哇 浩玲 你真棒喔寶貝 buraya 了 Vermont 他哭了 真的 BABY 我把他哭了 真的 對啊 真的 這是感動 可是不是感動啦 會有個興奮的眼淚 那不叫哭啦 你這一期是一樣的 你輸有用 這首歌的是 Courage 凱樂衛浴 懂你全智能靜音馬桶 這是美國一百四十八年的 衛浴集團 凱樂全智能懂你系列的靜音馬桶 業界最薄 水箱式神水馬桶 連是使用的時候 還能夠自動感應 纖上蓋以及坐圈 隨時保持著坐點乾淨 宋維銘 再次恭喜謝哲卿 謝謝 我們今天的 Super耐十萬得主 黃金星終極懲罰 大家今天都表現得非常好 尤其是謝哲卿 再次在我們節目裡面 再次誕生一個 Super耐的得主 再次的得主 今年第一個 今年第一個 對 希望你們下次 能夠在節目裡面 挑戰自己的紀錄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相酬是一張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余光忠忠思辭呢 在這個裡面 表現出濃濃的思想之情 而現在我們的通訊 非常的發達 沒有障礙 反而要提醒大家 不要吝嗇對家人 表現出你的思念 不要了 週一到週五 晚上九點鐘 最溫暖 最一致的節目 就在全民新攻略 拜拜 謝謝 致電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